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为你做现场 那么今天在美国股市在周五的时候 呈现一个下跌的情况之下 台股也是开了一个等于差不多是三点底盘 这个盘势就是非常的不稳定 不稳定所以在买股不要买太多 但是有些股票确实是它已经见底了 见底的股票它会慢慢的走出另外一条线出来 慢慢的会走出另外一条线出来 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所谓的集叠的时候 可以少量的买股票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空手 那你说老师这个是空投市场 怎么买股票 空投市场里面有很多它左夺头 它拉回来买 还有它跌很深的我们来买 它的下一季或甚至于这一季在下一季下下季 多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业绩出来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下跌的时候来买 这样子你可以免于这个所谓的紧张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就是说我这告诉你说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以国安基金有进场的话 假如以国安基金进场的话 它这个有它的弧度嘛 它一定会护着某些的这个部位嘛 那你看它护的部位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台积电 红海这些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有些股票是可以买的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那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我们来看K线图 我们从K线图可以看到这一路的下跌 从18619这边一路的下跌 跌破连线左空嘛 大行情是左空嘛 你看这个五日线压制在这边 你要上五日线站步马上又掉下来 那你看今天来讲 本来在上个礼拜五有意图上去嘛 没有上去 那五日线是向下 现在是一万三千零一十一 那一万三千零一十一的话 这个依我现在所知道的资料 小道琼今天晚上 现在目前为止涨130点 那涨130点的明天开盘 就会开高上去 因为你看他这个 他留下了这个下影线 没有跌破12809 最低到12814 表示没有跌破嘛 那没有跌破的话 就是在这边有机会 在这边做主体的动作 因为这个五日线以快速度的往下压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比如说五日线在前几天是13165 今天就加到13012 表示这一波段跌得很深嘛 一天就差160点啊 那明天是不是就在压的话 在扣底的话 它扣底你看 113318 13165 这个急速的扣底 差不多150点 150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扣底下来大概 明天的低点大概在12900到12985 12850那边 所以这个明天来讲 明天只要不跌 这个五日线啊 将要穿越这个所谓的 这个K线嘛 所以你要意识 因为这个是对称的 是两个都在动的 好像地球在动嘛 太阳也在动 它是这个整个都在动 都在动 那那动的过程里面呢 就会产生一个平衡出来 就是底部出来 所以这个礼拜呢 先跌再涨 彻底 那个一样也是彻底 我们看到贵买这边 我上个礼拜我跟你讲 盘是不稳 着量不及物中央 我只有一档股票 在上个礼拜五 我只有一档股票 1760嘛 我都公开的讲 我只有一档股票1760 来 1760 1760 我这个买的嘛 那1760 它在礼拜五的时候 大盘不好 它大盘很好 它涨到暂停板 152 1760 现在是144.5 本来今天可以跑一趟 但是我没有跑 我认为说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它还是在多头排列嘛 它只要占了五日线的话 这一档股票没有理由说是看控它嘛 那还是有机会 所以我都细报 因为我今天也是细报 下来又可以买还可以买 本来股票操作就是这样子 你要勇于出 有些股票它呈现底部已经完成了 安全的 像我跟你讲有一档股票就是3680 这一档股票我还没有接 今天你看 它今天打到200块198破掉 今天搭上来 这表示告诉它200块它有手了 那下来等到投信卖完以后再讲 投信还在买 还在卖 卖完以后再讲 但是这一档 因为基本上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已经减少一成了 所以我们这一档我们就先不做 那我今天就先买一档南亚科 它现行很漂亮 这种现行拉回就是找买点 它底部已经离很远了 它不会再破底 已经开始在转空为多 2408 你看2408 你看它转空为多 所以今天你打下来的时候 就是要先买进 这里就是一个买点 今天你打下来就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这个我9点26分买的 我拿给资料拿给他 9点23分 有没有看到 那时候很低嘛 我一档股票下去买 停损顺便设 就是它只要跌到49块 我就把它卖掉 那今天这个包括的 专任会员跟单股会员就买这一档 54块 父亲买的 现在是56块一毛 56块一毛 56块一毛 OK 那这个就是买股票的方法 我这个都是公开给大家看的 我说的跟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跟别老师不一样 但我以前长期操作的3017 今天又出现买点 我有跟你讲100块以下就是一个买点 打到年线这边 3017 它这边打下来到年线这边 这个是我要买的股票 就是100块以下我来买 对低差到98块9毛 100块以下我来买 我这个都即时印出来的 即时印出来的 9.39分印出来的 9.39分 100块以下下去买 停损90块 每一档股票你就有停损的概念的话 你操作股票这个反正不用担心 这一档股票我也上架操作 我跟你讲说每次到125块 120块以上你就不要买 那100块以下你就来买 100块以下 这一档股票我从什么时候做 我从1月18号开始做 指数18757点 不是18545 18575开始做这一档股票 1月18号 18545做这一档股票 1月18号 那这个指数 18545的指数就这样 在这边 指数在这边 我做这一档股票 我赚钱 我赚100多巴 那你这一档股票什么特色 你注意看看 投信买一桃拉股 有没有看到 持有进没有出 他套老 他套老 有看到没有 他到上个礼拜才卖一次 他是套老那么多股票在里面 所以这一档股票是安全的 比较安全 那投信也一样 投信这一波来讲是套老的 他因为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他因为要发行 这个所谓的这个 基金的发行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下来就把它买一下 那你看 我们再来看星星 今天我买星星 3037 这一档股票是跌很深 这一档股票从261块 跌到106块 你有没有注意到 101块 260几块跌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是118.5 我今天112.5买的 112.5买的 打下来的时候买的 打下来的时候买的 买进 112.5打下来的时候买 112.5买的 9.26买的 那时候112.5 现在是118.5 还好啦 就是说一档股票在我们手上 我们要怎么去操作它 你现在像我 我资金很多 我只有一档 这个是我星期五做的研究报告 保龄附近 我只有一档股票 1760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1760 那些人还收151块 今天跌了 144.5 没有关系 你这种股票就是说快衰嘛 快衰的部分 它的业绩会不同嘛 所以像我买股票 你看我一个族群增加一档股票 1760之外 像普通会员 我就买蓝牙科 其有每个人都有 大碎很都无 因为100块以下我就会买 120我就会卖 我就跟你讲这个答案 我就上上下下操作 已经操作了 不知道几百 几十次了 不要说几百次了 对不对 几十次了 为什么 了解它的股性 它有业绩 所以我敢买也敢卖 敢买敢卖 这才是赢家 所以操作股票 没什么 没什么 说什么多一个 这只要在充满的控制 充满的控制 你控制好 你根本不用怕这个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是跌167.12960 留下了一个长的下影线 将近150点的下影线 我是 我不是那种天天打高空 讲障碟板 那个是金光党 今年1月18号到现在 这一波下来 你们这些 喜欢讲障碟板 你不舒服才怪 他都还没买 你看我做股票是有停损的 因为我坚守一个理论 就是亚当理论 亚当理论它是 你买股票就是要有停损 你要迈向成功之路 一定要有停损 迈向成功之路 成功跟失败就在 差别在有没有停损 有没有管控风险 这十大简直好用 我这本书 我发觉说 它对歧视方面不亚以 所谓的波浪理论 很多人在讲波浪理论 波浪理论是看长的 这是从美国引进来的 你说波浪理论 你要写这本书要怎么写 前面的原理原则都一样 这个一定是从美国超来的 你不可能自己创作的 只是引进原则原理方法 然后把它应用在台湾的股市里面 来做一个研究 你看台湾股票的 台湾股票波浪 台湾股都波浪实证 你要把这个理论把它套进去 然后来研究 那你就会得到答案 因为我们是 他们是道琼 我们是 我们是这个 所谓的加钱指数 像我这个都可以预测到 2018年的时候 我这个十年前写的数 到2018年 1250差20点 我这一次预测 118545 这延长波 才差多少几点 一夜 一夜的时候18619 才差多少 差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在预测工具的时候 在长线预测 我有这个工具 很准 那你如果老师 现在会借到处得比较紧 一般十年线 十年线只要11000多点 那应该是不会来了 因为一般内容会来就是 产生经济危机 或者是所谓的 经济的这个所谓金融风暴 那台股现在地言政治的问题 台股现在为什么不会涨 包括乌克兰跟苏俄 苏联 苏俄应该叫苏俄 现在不叫苏联 我们那小时候叫苏联 他们的打仗 在前几天 这个中国大陆叫他们撤侨 离开 离开这个乌克兰 怕说苏联 苏俄假如说 苏联 撤那个核子弹 但是这种机力不高 机力不高 它是把它缩小型的 一扎下去大概 一个里或几个 一个七亿范围内会遭殃 那机力不高 但是就因为战到最后的就是 断延残壁嘛 人员都很 损失很大 那台湾的话 是不是到底中西一战 我倒认为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从20大 在昨天所召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现象 他们要追求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创新 要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你要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你跟美国对抗 你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G-trend 两个会见面 应该迈向比较平和的方面 因为习近平现在没有 没有条件去跟人家 跟人家对抗 那上一次拜登的时候 保护主义 他敢跟他拼 这一次他就不敢了 因为他事故还不够大 事故还不够年 他还在追求经济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使中国大陆 产生了很多问题存在 本身问题就存在了 所以要打 要打台湾是不可能的 目前是不会的 除非他讲了两个情况 一个所谓的你宣布台图 第二个就是外界外力介入 两种情况 目前台湾没有这个现象 对台湾是喊口号而已 你怎么敢来到 那台图很简单 你先把宣法修改吧 宣布台湾共和国 那这个条件还没有不可能 美国也不可能让你这样搞 台湾你 美国 台湾是美国在管的吧 你收保护主义吧 你敢说什么 台湾是美国人在管的 对不对 美国人是 是老爹 你要唱手 你叫你买武器就买武器 但是我们不要去跟人家 买武器去人家打 人家乌克兰是人家送武器去打 打到最后断圆残壁 你台湾 你自己的美国 要跟人家打 你见头 对不对 什么的威力 不可能人家威力 所以要自己要用 才可以 但是你自己用 你陌生你年轻人 你有才条战争吗 你受信四个月 要去跟人家战争 这种打死 我们以前受信的都是 我议备金官六个月 然后服务一年十个月 还有成功零加起来 刚好两年 我们是这种养成教育出来 我做金官 对不对 但是两年的金官还是不行 说老实话 我们是打卡冰枪 不然就F1射击 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但股票也一样 股票的道理是说 你会说我趴下来不会中枪 但是我跟你讲 该出手也要出手 美国股市在 在礼拜四的时候 一打下去再上台一千五百点 他打下来四百点 有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嘛 那你没有跌破底部的话 台湾你凭什么你要跌破12809 你跌到12808你比较领先嘛 那今天晚上 我们目前来看 小道琼是涨一百多天了 今天不买什么时候买 当然今天要小买嘛 对不对 我一会给你买正义 买菜买两支嘛 倒下变三支嘛 这样可以啊 我资金百分之在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五我只有买一支股票 对不对 1760 我前面所买的 这个所谓的长龙啊 阳明我都跟你说我买了嘛 那今天很可怜啦 2603 碰跌顶板 看看 2609 赶快 赶快 2609 因为很疼的 打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警戒的问题 但是一样警戒循环股这些落实 但是人家的这个低润这边是炸涨 包括华邦店 包括旺宏 包括我刚才所讲的2408 它是大涨 它是在底部完成的 这告诉你什么信息 电子股 它警戒循环 前波段涨了面盘股 这次涨了低润股 这就是警戒循环的问题 那警戒循环告诉你什么 这个第四季是警戒循环的低点 因为股票是在怀孕半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你不要把它全部压下去 你就跟我来布起 稳扎稳打 我每个股票都有涉停准 总比你们不涉停准好的太多了 真的你们不涉停准是温序的 我跟你说 这个狗票一个不适合停准 我看了亚当理论 所以我奉行这个理论 停准一定要显示 做期货也一样 其实我们AI镜头脑 里面的期货 设施很准 该涨就 你看这个该空就空 来我们看一下 AI镜头 该空就空 该多就多 该空就空 再该多 现在是目前是多单 对不对 你就跟着做就好 跟着指标做就好了 我这个都有指标 10拿9我们8胜算 然后我自己也会带单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各位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你们喜欢看热闹 我知道 因为你们喜欢看这个障点板 天天打高空的那个金光党 你们最喜欢这个 结果进去不知如何是好 股票买了二三十党 买了一大陶拉股 整陶拉股全部派人股 你要靠不靠 黄世民控制 买三立三升的股票 不乱追股票 代进一定代出 代进代出 就是这样子 我们买的股票我一定负责 像我们今天下去买的蓝雅科 对不对 买得多好漂亮 对不对 2408 看看这个 翻红 买七红 3017 你看 100块钱以下 买99块半 对不对 买星星 3037 一百二十块 一百十二块 买七块半 今天半不太半 我们已经贪得等了 那么明天的话 应该依目前来看 道琼目前这个小道琼是涨166点 表示现在因为美国开始要进入财报周 美国进入财报周的话 还有一些消息面来影响 但是美国的那一根 从底部往上翻上去的一根长红K线 1500点的长红K线 已经打下一个地桩下去了 所以美国美国在大楼没什么可能 那个桩打下去了 那个桩打下去表示什么 底部出现了长红K线 底部出现长红K线就是底部已经进了 所以我敢买的原因就在这边 股票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要投给他投 股票的筋 股票的筋 你要投给他投 做股票来印证 那你要拿出勇气来买 公益善机是必先立即去 因为我有AI金头脑的结设系统 作为我普助的攻击 所以我在闲股当我都会比较惊讶 因为达到了快很准 我买的股票就是这样子 有手有为 不会乱买股票 都是有赚钱的股票 都是可以说安全度很高的股票 我们就是这样 先求稳再求赚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AI金头脑送给你 我们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我在花钱 我每天 每个月都花传输会 送给你 没有关系 有钱 大家做会谈 有抗的股票 大家分享 黄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好的东西就是AI金头脑 我不会骗你 我研究那么多股票 现在股票2000多支 你让我洗肝 就是要善用工具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要有勇气才会成功 谢谢各位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晨供参考